不少人都问为什么同样是冠状病毒03年 SARS这么快几个月就可以控制到 现在这个疫情可以拖得这么久 和传播范围这么广泛 也不少人问为什么不可以一路戴口罩 一路靠着隔离、禁止等来控制疫情 不打疫苗都可以 因为很多人都不喜欢疫苗 这个真是可以理解的 我都重申一次说我作为医生 并不是喜欢用药的 如果不打疫苗都可以控制到疫情 当然不打 没有人喜欢疫苗过任何的治疗方法 疫苗也好 药物也好 一定有它的不好处和副作用 但问题是否存在这个选择呢 先讲讲第一个问题 为什么03年的SARS 比较容易控制几个月就过去呢 其实主要的问题是 03年的SARS病毒 它本身就是很少没有症状的感染 一感染了就很厉害了 即是说是严重 一般都是发高烧肺炎 这些就比较容易发觉到 如果有人发病的话 很容易就可以诊断到 将它隔离了 我们当这 123这3个人 最初发病的3个人 有03年的SARS 因为它们三个发病的话 全部都有病征 发高烧 肺炎 测试温度就已经发觉它有问题了 所以很容易就发觉 它们有这个SARS 那么我们呢 尽早就可以 将它圈住了 然后隔离了它 它呢 就没有办法 那么容易传染其他人的 那么就当不幸 我们contact tracing的时候呢 就是找那个紧密接触者的时候 发觉这个呢 这个人呢 又跟这个人 又有那个接触的 那么我们呢 又很快找他出来呢 就将它呢 圈住了先 那么就等它呢 就隔离了 不要再传染给其他人 这样呢 相对呢 就容易很多了 那么变了隔一阵时间的时候 我们很快就找到那些 真的有问题的人 一旦有问题呢 那我们立刻隔住它 就算它 接触到其他人呢 我们就很快就找到它呢 那么我们全部将它隔住呢 那么基本上呢 就不会说 传给其他人 这次的新冠状病毒的问题就是说 因为很多呢 都是轻症 基本上呢 病征又很轻微 甚至没有症状的话 你很难呢 一早就将它找出来 将它隔离 那么它接触过的人呢 也都非常之难追 因为接触过的人 可能他感染了 但是他又没有病征的话 或者很少病征的话 那么基本上呢 他就不断在社会那里 将病毒传出去 当这三个人呢 就是当初 开始发病那几个人 他感染了新冠状病毒 但是三个呢 可能就只有一个 因为有病征 那么我们就找到这个人 那么我们找到这个人呢 就将它隔离了 那么他接触过的人 那么就很多时候 我们找了他出来之后呢 因为我们初期也不太明白 其实这种病毒会引起 很多没有症状感染的 那么很多时候你追到那些人 他又没有症状 那么你以为没有东西 那么可能放了他出去呢 那么他又继续去传开去了 那么就很容易 就是一个传两个啊 三个啊 这样不断地传开去 这样的话呢 疫情就会很难很难地控制 新冠状病毒也不是说 没有机会将它控制住的 问题的时机已经过了 有些专家估计呢 在2020年年初的时候呢 其实呢 还有一个机会呢 可以将那个病毒控制住 好像03年SARS那样控制住 让它呢 不要说传到周围都是 然后呢 就将它消灭 好像03年一样的 但是很可惜 因为这个疫情发生在一个世界 在一个已经是撕裂的状态底下 那么大家呢 就不能够通力合作 那么同心协力将它控制住 那么那个时机已经过了 你任何的疫情呢 它传播得多厉害 最终是会完结的 以前 比如西班牙流感 或者各样的 就是世界性的流感大爆发 最终有没有疫苗 它都会结束的 那么问题就是说它结束经过那个过程 究竟要多少人命啊 经济上的代价 因为病毒已经传播得这么广泛了 那么变成了这个新冠状病毒 应该就会 加入我们现在 200多种 季节性的呼吸系统 过滤性病毒 就是每到季节对的时候 可能是天气干燥一点 冷一点的时候 接着它就爆了 可能有些伤疯啊 感冒啊 就是说那个杀伤力呢 就会大大减低 就是说病毒本身 就不是说 它那么好 变成一些 就是温和一点的病毒 因为呢 就病毒这么广泛 传播的话呢 其实 全世界的人类呢 只有两种命运 第一种 就是 受感染 第二种命运呢 就是说 你要么呢 注射疫苗之后呢 如果你注射到 现在比较强的疫苗来说呢 你现在的病毒怎么变种也好 到今天为止 似乎呢 疫苗对付这些新变种的病毒呢 都还是足够的 足够的意思呢 就是说 比如说 如果新的Delta的传染性很高 很多人打了两针 Pfizer AstraZeneca 可能还感染 但感染了之后呢 病毒已经没有了牙力了 它只能引起很轻微的病症 很少有些严重的病症 那其实已经足够了 如果一个社会 好像这个圆圈那样 大部分人是注射了疫苗 少部分人呢 就是天然感染的话呢 那就变成了 这个天然感染那些人 可能一两个percent的人呢 就会因为这个病而死亡 相对 就应该 那个人命的代价就会少一些了 但是如果在另外一个社会 注射疫苗的人 是不够多 那就是 但大部分人呢 都是天然受感染的话 那当然天然受感染的人 很多都会 复原 有那个抵抗力 但是中间这些人呢 一定有相当的比例呢 就是因为感染这个新冠状病毒 而死亡的人命代价 可以是相当之大的 那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 有些人觉得如果不断地戴着口罩 保持社交距离 洗手 其实都可以控制到疫情 但是问题呢就是说 病毒这么广泛传播呢 就是好像伤风感冒那些病毒那样 有没有可能 戴口罩 戴一世 去预防伤风感冒 令到一生人都不感染 一次的伤风感冒呢 其实就比较难咯 打疫苗是比较实际的做法来的 好 今天就说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看 请你留言 点赞 订阅 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